实际上呢,就是说呢,如果你将来要能够 它帮你自动完成的话 其实录制剧集算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但是它有一些我是觉得不是很完美的地方 就是说它毕竟还是自动帮你产生的 而且它是记录你的滑鼠键盘动作 所以有的时候说真的 程式变得相对的有时候比较冗长 而且呢,有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写那么多程式 但是因为它为了要记录你每个动作 所以它每一个程式都帮你记录下来 那当然呢,最好的方案 以后如果你不会写的部分 你用录制的 那你会写的部分 你可以用VBA自己可以慢慢 就把那个步骤写出来 不过也许你现在功力还不够 不过没关系,可以按部就班 那待会的话 我们一样会把那个就是录制聚集这部分 再转成自己写的 ok,也就是真的是自己写程式 现在这个感觉是 虽然是程式 但是问题 这毕竟不是你自己写的 那过度期 可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说 它程式放哪里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环境 刚刚录制聚集嘛 然后这边是聚集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用执行的 那除了执行之外 底下有个编辑 那其实这个编辑 它其实就是怎么样 帮你把这一个 这一段程式 帮你秀 秀在哪里 帮你秀出来 不过它其实也是呼叫这个东西 按下编辑之后 它其实就是呼叫这个东西 那也就是如果你按这边 跟直接点这边 结果会是一样的 我们来试一下 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所以接下来会越离那个 Vidome越来越近 然后编辑一下 哎,跳出来 那理论上它应该会盖住画面 不过我的习惯 通常会怎么样 把它移到旁边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通常还是习惯 就是你要看后面 到底需要做什么 你再去撰写对应的程式 那所以通常还会让它浮动在上面 所以我的习惯是 把它浮动 然后稍微缩小一点点 放在这边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 稍微跟各位说明一下环境 首先第一个 你的程式写在哪里 你们有没有发现 手机号码串接 第一段 第二段是手机号码清除 那基本上特别注意 它的结构一定是什么 它一定是一个sub开头 那也就是说 将来一个聚集录制 它一定会先帮你产生一个叫sub的东西 那sub的东西对应到就是一个按钮 也就是说你这个sub 它可以透过一个按钮 可以帮你做执行 那会有一个sub 会有个end sub结束 所以它的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这个叫一段程式 一个sub 那它的名称放后面 并且会有个小瓜糊 这个它结构 也就是少一个地方都不一定 你不能乱改 OK 它一定要有 那程式就写在这里面 那上面的话呢 你会拍绿色的字 为什么 因为上面只要是 开头是 单引号开头 那在VBA里面 都叫做注解 注解的话就是说 这个程式不会被指引 写给你自己看的 不过它加了这些东西 我就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首先 你第一个动作可以怎么样 把这些它加的注解可以删掉 因为我觉得它加这个好像有 没什么意义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自己加一些注解 OK 不过加注解之前 可能会有个问题 什么 姿态小 没有 不知道各位看 会不会觉得 一般习惯 姿态小 当然打时间越长 你看得越花 所以什么 工具 选项 如果字要放大的话 记得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把9号字 大概至少改12号吧 按个确定 至少要放大 那放大之后的话呢 这边其实可以再把它拉宽一点点 那这样子可以看到 首先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 先确定说你的程式放的位置 所以记得 从这边按一下编辑 跳到这里来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直接按这个什么 Visual Basic 也可以跳到这一段来 但是你没事 你不要说 就是看到叉叉就想要把它关 有同学之前就这样 全部关了 关了之后怎么办呢 他想说完了 他想说一般关掉之后 再打开会不会出现呢 还是没有 完蛋了 他想说完这怎么办 要不要重关 再打开会不会出现呢 再打开会不会用的 传iseen 点心